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你什么情况 那你冷静下来 什么情况 那你先看到前面去 看到前面出口 我警察 什么情况 你先配合我 先在这后面 上前辆车 跟你们堵在这里 你先冷静一下 我警察在后面跟着你 后面前面一路见过 停下来 哪有这样的 没有事故和故障 轿车在高速隧道口停下 仅仅是因为车里的 这对夫妻闹矛盾 交警了解这一情况后 严厉的批评了他们 然后让车辆立刻停到 隧道外的硬路肩上 以减少对其他车辆的影响 那么这对夫妻 究竟为什么吵架呢 你什么原因 是夫妻吗 身份证带来没有 身份证给我 有没有需要我这边帮助你的 车后排还坐着两个女孩 是夫妻俩的女儿 一家人的目的地是温州 此时还剩下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为了全家人的安全考虑 在交警的引导下 车子先在离水南下了高速 民警希望夫妻俩先冷静冷静 放松点放松点 过个年回来不要这样吵架 你很危险的 他紧直不是人 他紧直不是人 你说你在路上停下来 后面车子撞上来 你车上有小孩 不要危险 想开一点 吵架鬼吵架 不能这么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觉得你 他把车门一打开 我没跳你 你说我要怎么做 拿个电话来 我又没成名字 我就接一下 还没讲两句话 他就开始 坐车坐太久了 他哪里过来的 我把开了多久的车了 都是你个人开 所以说都辛苦了 体调一下 放松点 不要这样子 驾驶员因在高速路 车道内停车的违法行为 被处以了罚款200元 合计6分 当天交警在确认 夫妻俩的情绪都平复后 才允许他们离开 近日安徽广德 一中学大门口 一辆汽车突然驶入监控画面中 静止撞到了路中间的 绿化隔离带上 这个车接着话谁开的 我女朋友 确定他喝酒了没有 他没有 他没喝酒 对 但是我们来的时候 你坐在主驾驶上面 因为他走了 他为什么走掉 这个车是不是你驾驶的 是我驾驶 不是我驾驶的 你确定说的 如果我们插出来车 如果是你 不是他不是你驾驶的 但是我们要定乱逃逸责任 逃逸 你懂的 那我驾驶 谁驾驶的 我驾驶 那我不能这样 冤枉女朋友 这个开始了 对对老 对老一直去不要停 一直去不要停 他这个 带车带车 带车带车 好 可以了 191号 近日山西太原 一辆共享汽车 右前轮 只剩下一个轮毂 却仍在行驶 我是17号下班路上碰到的 先是听到很大的声音 我以为是挖机在路上走 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就是靠边停车 或者找拖车吧 但还没有 它这样开就是 对我们就是路上的行动 还有其他车辆 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和生命危险 就一直那样拖着走 那路都坏了 一道一道的太没素质 估摸一下轮毁的1.5公里 左右的样子吧